他是考入军校的第一批学生官 他是自愿从军需机关到基层连队的第一人 前途一片光明之际 他却转业成了全军第一批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 实力悬殊的商战中 他置于死地而后生成为精英 是什么让他一次次感为天下先 以若取胜中他究竟有着怎样的睿智和胆直 和平年代优秀副转军人系列节目 神采飞扬中国狼 本期播出沉间金色的智能 讲述军民故事品味军旅人生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和平年代优秀副转军人系列节目 当普通百姓对金卡的认识 还只停留在一卡在手半军行天下 这样一句广告语时 浙江省众多院校的大学生 已经开始享受校园卡的快捷和便利了 2008年浙江正元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以研发校园卡获得国家金卡工程金蚂蚁最佳应用奖 令人不解的是 公司董事长陈坚却是既无经商经验 又不懂IT技术的航母出身 这样一个人是怎么成为IT精英的呢 1994年7月 当浙江正元电子有限公司连房租都交不起的时候 最后两位股东也提出了撤资的要求 为了不使合作伙伴经济上蒙受损失 董事长陈坚借款20万元 连本带利退还给了股东们 公司接下来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即便如此 投奔而来的战友们 仍坚定地留在了陈坚身边 无形中给他平添了一份信心和勇气 在今后该怎么办的疑问声中 陈坚坚定地抛出了一句话 至于死地而后生 限制王帝燃后存 那些没有文化 没有知识的这些农民工 包括这些摆摊呢 他都能够生存 我们凭什么不行 为了生存嘛 我们也办公地摊 然后夏天呢 也去就是卖饮料 自己烧西饭的东西去买 就在这时 一家燃料公司发来的四车皮煤炭 给公司带来了新的生机 陈坚在领弟兄们一周内就将煤炭卖了出去 并摸索出了一些经营的门道 从而靠做煤炭生意 蹚出了一条生存之道 我们一大早五六点钟起来 然后到这个货厂 去去进美 然后呢办手续 再入美 大学校 一天到晚 灰头毒脸的黑乎乎的就回来了 然后 这种穿着呀 就是 就像我们现在一些农民工进城一样的 就是他们 我们有些同事反而叫包工头 就是农民进城包工头 都说他会配我 这期间 陈坚和弟兄们还卖过木耳 冬笋 做过边貌生意 还办过商场 帽场 开过饭庄 但始终都没能使公司走入正轨 所以 煤炭生意 就一直坚持到1998年底 生存危机不存在了 但陈坚却仍沉浸在一片迷茫之中 公司究竟该何去何从 1995年5月 一次偶然的机会 陈坚发现 一张卡就能解决学生用餐 上机 购物 借书 等一系列问题 军人的敏锐 让他立刻意识到 校园卡市场的发展潜力 然而 既不懂电脑 又不懂IT技术 要想射速这个行的 似乎是天方夜谭 最终 陈坚决定 先从代理做起 几经争取 终于拿到了校园卡的代理权 然而 在进行校园卡市场的推荐时 陈坚才真正感到了艰难 对这个专业不熟悉 去推销也是硬 就是硬背下来 然后就跟人家去谈这些事情 最终就是知道这个东西 但不知道这个应用方面 就是详细的就没法解释 等待人家家里的楼下 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十二点 这个就是躲着他们 下面等 等客户 等他们回家 有些不见 有躲着我们 这些情况都有的 那这个有些门进不去 想办法 其他办法进去 由于当时 人们对金卡还很陌生 甚至还带有抵触情绪 所以上门推销 常遭人白眼 吃闭门羹 甚至有的战友还被打伤过 每当这时 陈坚的眼前 便会浮现出 他在部队时的情景 1979年 在母亲的反对声中 陈坚考入军校 并成为军队的 第一批学生官 毕业后 当了几个月的排长 陈坚便先后被调到 团师宣传部门 1984年初 又调任南京军区 政治部宣传部 当宣传干事 就在这时 陈坚提出了 想到连队锻炼的详统 实际上 基层到底怎么样 连队子到底怎么样 战士到底怎么样 实际上我们不是很清楚 所以感觉到 自己如果要在部队 长期干下去 基层 这个 这个 这个关 肯定得过 这个课得补 现在全部的干事 直接下到部队当连长 这也是 在经济机关 也是接吾尽有的 这些都是他自己 反复要求的 到基层联队后 陈坚的组织指挥能力 就凸显出来 三年中 他所带的联队 两次荣立集体 三等功 并获得南京军区 百联位台 优胜联 他个人也先后 荣立二三等功 人民前线报 头版头条 还对他的事迹 进行了宣传报道 把他誉为 是配件连长 不久 陈坚便被调到 某集团军司令部 任正营职参谋 他参与试点和总结的 巡管群制工作经验 也在南京军区 和总参谋部推广 1994年 沐浴在荣誉和成绩 光环下的陈坚 又出人意料地 要求转业 并成为了全军第一批 主动自主择业的军队干部 不希望他离开部队 因为是一个很优秀的 非常有前途的一个干部 而且部队 有关于这个集团工作经验 和连累的工作经验 是我们的重点的 培养的对象 一个的话 当时邓小平 92年南发讲话以后 就是整个经济浪潮 一种吸引 另外一方面 感觉到和平时期 在 就是至少感觉到 这个 自由发挥的空间 就不是太大 正是带着一种创业的激情 陈坚离开了战斗了15年的军营 借了6万块钱资金 与四位同学合伙开办了 正元电子有限公司 并被推举为董事长 然而公司开张仅半年时间 股东们就纷纷撤出 费尽周折承接到的校园卡代理权 推广起来又处处碰壁 这让陈坚有些沮丧 那么 怎样才能签到第一笔订单呢 他们夜以继日地跑市场 不厌其烦地将用户讲解校园卡的用途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05年8月 正元终于与浙江农业大学签订了第一笔合图 陈坚和弟兄们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 此后 订单越来越多 效益也日益增长 可就在公司稍有起色的时候 因为不懂财务 账务混乱 正元公司又被税务部门查封 陈坚再度陷入了困境 三个月后 在朋友的周旋下 陈坚交上了罚款 公司才重新开张 校园卡是银行卡 电信卡之外的第三大卡 面对国内1200所上规模的高校 60亿元校园卡市场的巨大商机 陈坚深深懂得 兵争要塞 商抢市场的道理 他首先瞄准了浙江省的龙头院校浙江大学 而此时 浙江大学已经与一家企业确定了合作意向 于是 陈坚拿出在部队练就的组织指挥能力 与竞争对手展开了一场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抢占浙江大学校园卡市场的争夺战 你怎么样分析竞争对手的情况 分析市场的情况 包括推广的方案 你怎么策划 你写这个产品 你抓住哪几个亮点 抓住哪几个要点 你怎么样打动你的客户 这一段话 我为了跟部队的组织演习是一回事 第一回合 针对对方价格高的特点 陈坚与之打起了价格战 第二回合 当对方降价后 陈坚又针对对方服务不便 打出了服务牌 第三回合 当对方拿出在杭州建办事处的方案后 陈坚他们又提出了赠送系统 第四回合 当对方也提出赠送系统后 陈坚他们又提出赠送十万元的宣传费 最终浙江大学被郑元人的诚心感动 对手也被他们的拼命举动所撼动 合同最终签订 市场份额的逐步扩大 以及注入资金的日益雄厚 为郑元公司在金卡行业的地位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在这时 陈坚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 像是做的还算不错的一个公司 我们起来以后 很多的单子痛到我们 他都打输掉了 所以感觉到 我们是他的主要精英那种 抢了他的财务 所以就是排黑道上的人 就是进行危险 好像就是要给陈坚一点厉害看看 面对恐吓 陈坚非但没有躲避 反而主动邀请那个威胁他的人面谈 在做好了必要的防护措施后 陈坚单枪匹马地约了 我说约了一起吃饭 先喝酒 后来我们再谈 我没得出任何人 如果说你要做这种事情 你已经受人所托 但我可以把当中的事情都说清楚 你认为该怎么办 陈坚同志把他自己的一些精力 一些想法 聊了一下以后 人家对他很配合 认为他是个真正的 男子汉 是个真正的精英 因为黑道的时候 我看来 黑道也有道 最终 这个杀手被陈坚的胆识和真诚所感动 放弃了行凶的计划 这次有惊无险的遭遇 也给了陈坚更深的触动 做经销商始终要受制于人 公司的资产更不可能迅速增值 如果能自重研发产品 公司将很快能升级为金卡的应用 与系统集成的高科技企业 我们把仅有的几万块钱 都拿出来买这个设备 买这个掩饰的东西 买电脑这种东西 就开始动手了 公司不断投入研发资金 从外力和高校高薪聘请IT精英 开始的金卡应用集成系统软硬件的研发 并把校园卡作为主导产业 随着自主产品的不断面试 正元公司成了杭州IT界杀出的黑马 就在这时 一个突发事件 又勾起了尘尖原有的军人情感 这个部队执行部队是哨兵的 枪被带入抢走了 哨兵在哨兵上被杀了 惨痛的教训让部队首长痛下决心 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研发执勤保障系统 有着15年军力生涯的陈尖 来到身上又多了一份贺任 面对各大竞标单位强大的阵容和竞争实力 陈尖决定拿下这个项目 为部队数字化建设尽一份军人的义务 最终 陈尖以致在地德的兼任和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的军人气质 赢得了招标方的信赖并注标 当时研发这个时间两种呢 一个是促进的哨兵的正好的旅行职质 另外一方面就是哨兵如果是离位 或者是找歹夫洗击的话 他能够及时的去报警 1999年 郑元公司与武警浙江总队联合研发的直勤报警系统 荣获武警部队科技成果一等奖 随后郑元公司又开发了士兵卡管理系统 并先后在两个集团军试点和推广 得到了解放军总参谋部的肯定 也为公司日后参与国家和军队相关涉密领域的产品研发 创造了条件 之后郑元又成功设足浙江省医疗卡 以及各单位就餐系统的研发和改造 使公司自主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 2001年公司终于在杭州电子商业街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大楼 并更名为浙江郑元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从今天开始应该作为一个恒飞的新系列 让我们共同的团结奋斗 这个让在新生的政员能够震撼精进 震撼全国影响世界 2005年中国第一高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智能楼宇 便向国内外进行金卡和安控系统项目的公开招标 对政员智慧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如果能中标 将为工资在整个IT界确立首屈一指的地位 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要胜出也绝非易事 它里面有2600多个控制器控制点 包括进门 包括电梯 包括里面的楼梯口的大门 包括里面的各个门 包括厕所门 全部要用卡控制的 所以要求非常高 而竞争对手又是来自梅法等国三十多家业界颇具实力的大公司 竞争力之大 挑战性之高 都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我给营销人员讲 一定要让胜利成为必然 不要做一些低债的事情 不要说有可能 这个是没有意义 一定要让这个可能变成基本上 可操作 更可行 经过一番精心忠意的策划 郑元智慧与外货公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经过五轮演示 五次角逐 凭借高品质的产品和过硬的技术 郑元智慧 一举拿下了中国第一高楼的金卡和安控系统 总金额达1700万元的项目合同 他们也没想到我们这个公司重备 在这个项目上深处 也标志了我们的产品 也进入了 达到了国际的确准 此后 郑元智慧又参与了中国首张城市一卡通 杭州市民卡的研发 这标志着郑元智慧的金卡系统 已经走向成立 历经15年 郑元智慧已经拥有2000多万 以校园卡为主体的实卡用户 市场占有率达到了70% 100多个自主研发产品 销售额突破1.5亿元 成为浙江省的明日之星企业 公司成功了 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坚 渐渐走进人们的视线 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创业经历 也影响着他的战友们 战友的纷纷加盟 又为郑元智慧注入了一股军人蛮强的战斗作风 也更吸引着一批批有志于IT业的精英们 目前公司员工已经达到400多人 陈坚坦言 公司之所以叫正元智慧 就是要正合其胜 基贤培员 就是要坦荡经营 出其制胜 广惧闲台 创业的同时 陈坚完成了中欧国际学院EMBA的学习 成为了工商管理和高级经济师 并连续获得2007和2008年浙江省伯乐奖 彻底实现了由军人到企业家的转型 2009年6月2日 陈坚作为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代表 走进人民大会堂 受到了军委胡锦涛主席的亲切接见 有人问陈坚 在部队他曾是那样的优秀 当摆地坛的那一刻遇到熟人会不会很尴尬 他说一个人要有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的坚韧 你就是炒 炒你就是人炒也可以 火烧也可以 哪怕是把火把你烧掉 你第二年长出来要更加郁郁郁郁郁 要上船 先把泪踏干 走过去 前面是个天 爱我 一个人要成就事业 既要有激情 也要有智慧 有激情 才能够激发你一种斗志 有智慧 你才能够闯出一条路来 从最初借款退还股份 到最后稀释股份给公司员工 陈坚仿佛一直都是在选择放弃 但他认为 如果没有当初的放弃 就不会赢得今天业界朋友的信赖 而没有这份信赖 就不可能有他今天的成功 一个人要想成功 就要懂得取舍 敢于放弃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林薇受命 他迎来了转业以来 最大的人生挑战 面对重重困难 他能否带领 陷入韩中的话剧院 走向春天 演出在即 导演突然离世 剧目何去何从 从一名军传干部 到话剧舞台的掌握人 他又如何在人生的舞台上 华丽转身 和平年代 优秀副传军人系列节目 神采飞扬中国狼 下期播出 假冒胜 走西口